好 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 美国总统川普我们知道 他因为涉嫌企图推翻2020总统大学的结果 所以被起诉了13项罪 那么24号他也自己主动的来投案了 那他在监狱呢 当然了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他在监狱里面被拍的 所谓的大头照 那这也是美国史上第一位 在监狱被拍大头照的总统 那么这个他说我没有做错事情 他觉得他有权利针对他们不认同 或是不诚实的选举提出异议 我们看到他也有讲说 这是美国非常悲伤的一天 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那最后呢他是缴交了20万美金 也就是折合台币大约630元的保释金 货报离开 美国前总统川普前往 乔治亚州富尔顿监狱图案 美国媒体大阵仗抢拍 川普因为试图推翻2020大选结果 遭乔治亚州检方起诉13项刑事罪名 由于检方先前说 川普若没有在25号前主动到案 就会发出逮捕令 川普因此在周四晚间投案 这一天川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 拍摄嫌犯大头照的前总统 这张犯人照编号为P01135809 但他一脸胸痕的表情掀起热议 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 甚至说他像是挑衅 川普随后以20万美元 约台币640万交保 登基前不忘对媒体喊冤 川普今年来已经第四度 被起诉 除了他之外遭控推翻 乔治亚州开票结果的共同被告 还有18人 当中包含川普前幕僚长梅多斯 和前四人律师朱利安妮 官司缠身的川普坚持参选到底 尽管没参加共和党初选辩论 但他目前的民调 还是遥遥领先 特别新闻 综合报道 好 这位威廉萱刚刚发现我定格 真是不好意思 我刚有点出神 那个蕭狼补图说 他觉得川普当总统比较搞笑 其实这个很多人 对川普都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觉得他还不错 他生得 他生得一些这个农民的 这一些蓝领阶级的喜爱 但是也有人觉得他很好笑 那这个 接下来在大家来看到 其实最近 南韩跟美韩进行所谓的 已知自由护盾的军演 那么在今天呢 也有新的画面曝光了 是南韩总统尹锡悦 亲自进到地下碉堡都军的画面 那其实这几天的演习的项目呢 他们主要就是模拟北韩 如果入侵的话 在南韩爆发大规模 巷战相关的演习 南韩总统尹锡悦 西官员一旁还有美军高层陪同 一起进入美韩军事地下碉堡 亲自都军演习 有限于北韩核武威胁升温 尹锡悦力推南韩和美国军事结盟 两国扩大举办 已知自由护盾演习 瞄准目标开枪 美韩军人合作无间 坦克开进实际1比1设置的道路 模拟南韩爆发大规模城市相战 反恐行动排除 爆裂物也都包含在这次美韩演习的一环 将一路持续到8月31号 尹锡悦队 尹锡悦队 同时期间, 다양한 연합 야외 기동 훈련도 진행합니다. 또 B-1B 전략폭격기를 비롯한 미 전략 자산이 한반도에 전개돼 김 위원장은 농기계 공업을 도약시키는 것은 식량 문제를 해결하는 데 가장 절실한 문제라며 김정은 사장视察,亲自驾驶,一引기 不過有外媒分析認為 这恐怕只是煙霧 但因为这座工厂可能同时 生产火箭,发射,相关零件 TVB新闻 듣고 NNATRO问大家 大家觉得川普2024出现的可能大 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因为他现在面临起诉 所以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支持度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火星是太阳系里面 认为最适合居住的环境 因为其实他们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所谓的火星殖民相关的研究 他们现在最新的一项研究指出说 其实只要先有22个人抵达火星 就可以建立火星殖民 但是有前提 这22个人的个性要够好 为什么他们说 火星这些登上火星人的任务 包含要开采矿物还有开采水 然后还要面对一些心理战 因为整个星球上面只有你们22个人 所以大家心理素质要很强 所以他们认为和蔼可亲的人 是比较有机会活下来的 而且他们还说 如果是神经值的人 死亡率会比其他个性的人还要高 所以如果说要这个定居人口稳定下来 相对的神经值的人就要越来越少 非常有趣 冲绳突然警报大作 误以为北韩挑衅飞弹飞越 日本周四清晨紧急发布避难警告 不过这回发射的是人造卫星 南韩同样也侦测到不明飞行物 美日韩三国骑身谴责 没想到北韩迅速重视 还坦诚证物二度失败 北韩五月底就曾发射 万里进一号火箭搭载 侦察卫星千里马一号 这次同样没能顺利达成任务 以失败告终 不过究竟北韩为什么那么着急 每两个多月就要挑战卫星发射 南韩智库研究员点出最大原因 由于军事侦察卫星 主要搜集飞弹资讯 专家分析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要赶在年底前向人民展现国力 但对于日韩民众来说 北韩频频军事活动 对于海空造成威胁 让东北亚不得宁静 TVBS新闻做不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